这是一款讲述了目击外星人事件的游戏 据说每个前往这座小镇的人都失踪了 当人们前往调查的时候 现场只留下了一条内裤 那么我作为一名记者 决定要前往当地独自调查 如果第二天我没有按时更新 请记者帮我在评论区里发一句 还活着吗 那么本期视频开始之前 想请大家帮我点个赞 本期视频点赞9个 我们就100天内每天都更新 那么让我们的视频开始吧 那么现在让我们开始游戏 这边讲的就是 一个农场发生了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 谢尔曼一家目睹了天空中 有奇怪的UFO好像是 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后 他们就消失了 最近的话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 天空中这种奇怪的行为 在夜空中已经持续了5天了 然后动物都会发疯 狗也会变得好斗 受到攻击并进去咬它 孩子们也总是抱怨 似乎有人在他们的窗户下面走来走去 而农场主的话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 也看到了一些不像人的奇怪身影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 是一名记者 然后我们要前往格雷斯伍德农场 去报道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 是需要去跟农民谢尔曼去交流 是吧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是这个记者 现在的话我们来到了这个农场这里 哇 好黑啊 这到处都是 这个天上似乎有一些奇怪的星星啊 OK我们拍一下 然后现在有了一张照片是吧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这个谢尔曼的房子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农场这里是吧 哇 好多这个高耸的这个麦田啊 这个高耸的麦田很像那个星际穿越里边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种高高的麦田 然后里边可能不知道会有什么人之类的 诶 我刚刚是不是听到有谁踩到树枝了 难道是我的 幻觉吗 好奇怪啊 我感觉肯定不是幻觉好吧 OK我们现在的话来到这个房子这里 哇 这边有个这个稻草人啊 长得好吓人啊 这位是什么 农民的一封信 福克斯先生我们约好了 但是出了事故 他的女儿不见了 然后妻子去城里寻求帮助 我和儿子去农场视察 我们会给你和警察留下笔记 以防我们没有碰到 小心 谢尔曼说OK 哇 真的好诡异 所以我们现在要调查这栋房子是吧 OK 我们要小心一点 这边有个电话耶 我可以在这边跟他打电话吗 诶 不起作用 完全不起作用 OK 哇 这个这种游戏的氛围非常的好啊 这边有一个这个冰箱耶 这个冰箱似乎还在工作 看一下照片上面的啊 这是谢尔曼家族的成员 哦 好多成员啊 他们 OK 这边这是一些牛奶 还有一个报纸 然后这个报纸的话 好像是关于麦田怪圈之类的报纸 OK 而且这边发生了很长时间 但是我却不知道 OK 看来的话 这个农场主似乎有一些东西没有告诉我们啊 这个房间呢 这个房间打不开耶 我们现在要去楼上吗 OK 我们现在跑到楼上去 来到二楼 来我们这边都看一下啊 这里 这有一个这个柜子但是打不开 然后有一张照片 又是谢尔曼家族成员的照片 很酷啊 然后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一只狗 很好 啊 有一只狗 然后这还有个闹钟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去哪个房间 这里吗 哦 哇 直接就开了耶 OK 哇 这个房间就有个对讲机 哇 感觉这个窗户这边往外看特别吓人啊 就是感觉随时会有什么怪物之类的 OK 我们来打开对讲机看一看 显然她属于这个失踪的女孩 如果仔细听的话 会听到一些非常奇怪的声音 哇 这个声音听到感觉好吓人啊 这是什么 这是女儿的房间 晚上的时候会听到奇怪的声音 我进入房间的时候 她不在床上 而且窗户是敞开的 我敢肯定这些坏蛋绑架了她 所以这个农场主就是去寻找她的女儿了是吧 因为她这个女儿好像被绑架了 也有可能是被外星人抓走了 这个是什么 这好像是 哇 好诡异的画呀 这幅画是失踪农民的女儿画的 一张纸双面涂鸦 一开始这个女儿给这个外星人打招呼 然后这个狗被这个外星人弄死了是吧 哇 真的是 好过分啊 这个外星人 这个门怎么突然关了 那我们现在出去吧 真的是非常的恐怖啊 这个游戏 氛围非常的好 这就是那个被杀死的狗是吧 我的天哪 真的是离谱 OK 我们现在前往这个房间 然后这里好像是 有一些这个外星人的照片啊 我的妈呀 摘有一幅画 这是孩子的日记 他生命中最神奇的一天 见过外星人 然后他的父母认为他在撒谎 但是这是真的 然后身后有那种巨大的圆盘 上面有四个闪烁的灯 拍一下好不好 拍一下 这是一个日记好像是 并且他们好像把这个小男孩抓回去过 然后给他们脑袋做了一些什么实验好像是 耳朵后面有一些小洞 哦 懂了 就被外星人抓走了是吧 然后这边是什么 哇 哇 什么鬼 什么情况 哦 他们听了很多这个坏蛋的消息 他们被称为灰人 这些不是小绿人 哇 哇 突然一下子什么情况呀 我的妈呀 刚发生了什么 好像是有个飞船突然出现了 来看一下这个信吧 他们被称为灰人 但是不是绿人 而是一些巨大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危险生物 他们有着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大脑袋 没有头发 身不见底的黑眼睛 皮肤是灰色的 四肢修长 爪子锋利 也有他们的声音与众不同 对人类有攻击性 当这些明亮灯光出现的时候 流鼻血 头疼 还有耳鸣都会开始 动物也会变得愤怒 人们会出现记忆力下降 恢复意识的时候 会发现自己身处在陌生的地方 例如田野中央或者道路上 离家几公里 对于一些人来说 可怕的记忆又回来了 人们回忆起可怕的经历 外星人控制了他们的思想 并影响了他们的心情 身体上也发生了一些割伤 确诊时 有一些增厚 一个异物在皮肤下面移动 我的妈呀 我们不会要遇到外星人了吧 这也太诡异了 这是什么 这个柜子里 柜子里有什么东西吗 好像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现在是要出去吗 哇 我刚刚听到什么声音 脚步声还是什么 但是这个屋子里面打开 也没有什么声音 那我刚刚是幻听了吗 好怪呀 我刚刚绝对听到什么声音了 我们先下去吧 下面好像也有什么东西被打乱了 这边有一个房间 OK我们要过去吗 先查看一下这个 这边是浴室吗 还是什么 有一些药好像是 这里是农民的一封信 在小的时候 头疼就开始困扰我 并且直到今天还是在困扰我 我去看了几十次医生 但没有人能够解释他们出现的原因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医生无法确定这个原因 答案很简单 这是绑架 我被外星人绑架了 只要找到旧日记 想起来这个事情 就会发生偏头疼 我当时注意到 耳朵后面伤口有一些痕迹 他们在那里有疤痕 我感到度 他们肯定在我体中 植入了某种东西 某种发射器或者植入物 因为这个东西 我一切都忘记了 我决定把它们拿下来 我没封 哦 这就是那个东西是吧 就是被他们植入了一个东西是吧 那我们拿走吧 OK 走了 那我们现在是要干什么 哇 这有个电视在开着 这边是有一些死亡动物的照片 这应该都是因为外星人出现了之后 然后这些动物发狂了是吧 好诡异啊 我的妈呀 然后这有个电视 我们是不是能看这个DV啊 我们打开看一看 哦 这个感觉很像小的时候那种 看的那种外星 纪录片之类的 哦 好老旧的车 回到未来之类的感觉 哦 这是他遇 一个人遇到了外星人吗 哎 怎么有隐身人啊 这个隐身人是什么鬼 哇哦 也就是说 这是在暗示我们什么吗 哇 这个声音 这是在 暗示我们 现实中的这个 哇 现实中的这个外星人也有可能 他会那个 隐身的技能 然后会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是吧 哇 我感觉外星人已经要来了 好诡异啊 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 要出去吗 哎 什么声音啊 这有电话可以用吗 但是不起作用 我们现在得赶紧逃离这里了 我觉得 然后天上的话 呃 有五颗星 然后有一颗星好像下来了 哦 我们走吧 我的妈呀 what the hell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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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个是外星人吗 哇 什么鬼 他不要过来追我了吧 我们上车 走了走了 来启动 启动 启动 赶紧走赶紧走 不然我们就走不了了 他们说这个外星人是有敌意的 哎 哦 什么鬼 哎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哎 等等 哎 不要吧 哦 no 完了 我感觉我们走不了了 我现在能跑吗 哇 哇 我的天 哎 哇 那个 那三个高大的怪物是什么 哎 哇 哦 no what OK我们这是 就是玩的这个是demo啊 哦 好吧 这个这个游戏 可以说是非常的 有前途啊 好吧 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个序章我们下期视频再玩好吧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的恐怖游戏视频的话 可以点个点赞 点个订阅 点个三连 还有关注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